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意大利塔玛尼奥拉和奥尔巴萨诺市政府 首次采用DNA跟踪的方式来化验街头未清理的狗粪便 已经确定为六狗不清理地面的主人 这一举措是为了解决公共场所狗粪便随处可见的问题 政府表示将严肃处理不清理狗粪便的行为 严查第一天首张罚单已经开出 罚款为100欧元 外加实验室化验的费用 预计总数最低将超过150欧元 最高可达250欧元 此外政府还鼓励举报 可以将遇到的狗粪拍照发送至上方邮箱 同时市政府将开始检查所有狗是否履行了基因鉴定的义务 对未保存拖业样本的将处以最低50欧元 最高500欧元的罚款 该项目目前还在试验阶段 由实验动物预防研究所开展 旨在管理城市卫生